滿滿人潮 台南這家投注站買氣超旺 原來全台第一位 2000萬超級紅包 瓜瓜樂二獎得主 就在這裡誕生 這位強運得主 中獎秘訣 原來就是多刮多做公益 50幾歲的中年婦女 她平時都有在 算我們家的首客 因為她平時有在 帶300到500的瓜瓜樂 為了新年開運 這位婦人開始嘗試 刮2000萬超級紅包 瓜瓜樂 沒想到就被財神眷顧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恭喜 我說你中了 200萬現金加一台病死車 她說一直捂著胸口 就是說那個婦女 她說我真的很緊張 我的心臟就快要出來 跳出來了 婦人樂開懷還現場 把病死車送給兒子 她就跟她兒子說 兒子這台車給你 你可以開著她這台病死 帶我去旅遊這樣子 今年新年就很開心了 拿著大型刮刮樂 猜猜總經理蔡國基 跟投注站老闆笑得好開心 其實刮刮樂 刮中的地方 還跟金豬年有關 這個刮出來的區塊 剛好就是在這隻 劣勢小豬的這個地方 金豬年 香蕉菜頭鳳梨放了滿滿一蘭 台彩公司送上象徵招頭彩來的伴手禮 就希望投獎能一直來 東京產業新聞綜合報導 金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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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